郭民党 各議管長參選人 郭宥兵 今天邀請請出臨任的民進黨籍 各議管長 翁正良 電視辯論 向其鄉親了解 向其有能力來採領各議官 翁正良說 選管長是比寡水 不是吹罵 意義記載 郭宥兵接受媒體領航 表示 翁正良到部長為止 不敢接受辯論調整非常危險 辯論是並做必要的過程 該官只有兩位管長參選人 如果可以公開透明的電視辯論 相信可以讓官民 警察兩人參選的理念和政見 讓自己的鄉親了解 向警有能力來採領自己官 翁正良縣長到目前為止 不敢接受愚民的挑戰 接受辯論 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因為辯論是民主必要的過程 嘉義縣只有兩種候選人而已 我們兩個如果可以來一場公開透明的一個電視辯論 我相信會讓全國嘉義縣的鄉親 更知道我們兩個的參選理念跟政見 奧利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想 我說過 實際上整個選舉是在講貢獻度 跟對地方的熟悉度 那王理事其實上他是臨為壽命 那下來參與這場選舉 那我認為還是要多留一下汗水 那不要停留在口水戰 那大家彼此已經把證件都寫得很清楚 我相信顯民會做出最好的選擇 文章梁真是既然辯論 他說 好像 都把政見寫得很清楚 不需要再論為取決前 大家比冠水 不是在比取決 宣明會做出最好的選點 嘉義縣整個三央本區的開發 都按照進度非常順利 希望大家支持他 嘉義縣的三央專情就能成功 建議新聞 中萊仙 嘉義官 蔡孔 報登 這個地方是我們中國三央電腦 可以說是真好最多的地方 這個地方一直未來 大概差不多是八十幾天的休息 現在有意願的廠商已經高達一百多下 我們今天的動府 代表我們中國 有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嘉義官 大家三央本區同步啟動 四個重大建設 再加上蔡英文總統八個十三來選擇 無人機國家隊要設在嘉義 帶動他的嘉義的環境 這裡所有的重大建設 如果中央志祺教廷 這一項就不可能完成 今天嘉義兩個方向 同時開國 這是歷史後的 這是在 來 臺灣的黨 算頭一次 嘉義拼頭而已 共議員 嘉義鄉親 大家做個麻煩 帶順風感謝 把政府支持 給嘉義拼頭 到達了 全都有 我們就不看到 我們有讓開國 在一起 我們不看到 我們不看到